大丘的环境真的是很生態 有沒有看到在這個殘垣斷壁 後面遠遠就可以看到一隻野生的梅花鹿 那更近的這邊還有一隻 而且現在都沒有人 因為我們把團體人潮 往到這個另外一個東側的部分 梅花鹿的天堂 其實他們很喜歡 另外也可以看到梅花鹿必須要去墾丁的設頂公園 近距離給大家欣賞一下 這是梅花鹿的 這個應該是大概一歲半左右 眼睛很大 看到了齁 他非常的溫馴 臺灣五百塊錢的就是梅花鹿 臺灣五百塊錢的就是梅花鹿 來到這邊都會拿商業 但是我覺得他喜歡吃的應該叫購樹 也就是鹿仔球 另外一個幫我們協助這次的導遊王紅 那這邊的梅花鹿呢 他沒有項鍊沒有編號 你看他在吃 遊客帶來的就是商業的部分 有吃真好 Good job 好吃嗎? 好可愛喔你看 你看 但是 還都 你看 滑過去吃完了 那這邊還有飛機 這邊飛到北甘機場的部分 明天我們就要回去了 這 結束整個馬祖三天兩夜 藍眼淚戶外之旅 拜拜 拜拜